陈慧玲原本是以习米嫂为人所熟知的知名女性 过去与丈夫一同炫富的生活方式备受关注 然而,随着丈夫涉及刑事案件并被判刑18年 陈慧玲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了一个非常低调的女性 直至上个月,有人爆料说看到了一次陈慧玲的近兆 但是直到昨天,陈慧玲才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首次更新了动态,似乎透露出了她的新动向 在陈慧玲的社交媒体上 她分享了一些关于情绪禅修的瑜伽课程 并且在合照中展现出了淡雅柔和的气质 有人猜测,她可能曾经在早年考获了 印度恒河瑜伽教育学院的初级瑜伽教练证书 专攻体位、理论、唱诵等专业课程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她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位瑜伽导师的猜测 过去几年中,陈慧玲很少公开亮相 唯一一次是上个月有网友在一家内地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一张她在宴会上的照片 不过照片上只有简单的生日祝福 并没有透露任何具体详情 照片中,陈慧玲以一身古铜色肌肤靠在年轻友人身边 微笑着展现出她仍然维持着健美的身材和紧致的肌肤 保持着年轻美貌的状态 自丈夫被牵涉入刑事案件后 陈慧玲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澳门的特色咖啡店和健身馆的经营中 并且在工作之余将自己的心思倾注在自己的三个孩子身上 她的大女儿周子彤已经送去英国继续深造 而小女儿则留在身边由她负责照顾 此外,陈慧玲还带着丈夫和就任太太所生的大儿子周百豪 这个已经27岁的年轻人 对她如同自己的亲生子一般悉心照料 前年,陈慧玲为儿子庆祝生日 虽然爸爸缺席 但他为妓子办了一个温馨的生日派对 母子三人搂肩合照的画面让人觉得温馨而充满爱 曾经,在争米大战中,陈慧玲多次受伤 甚至传出了两次提出离婚的消息 但最后夫妻二人仍然重修就好 然而,与她的丈夫陈冠希不同 被称为最强小三的刘碧莉 却为陈冠希生下了四个子女 并且获得了三亿分手费 以及在英国的五家公司 而刘碧莉如今在英国豪制两亿 买下了370多万平方米的农地 建立了一个庄园 并且开设了个人账号 以宣传她宁静安逸的农场生活 从以习米嫂而闻名的陈慧玲 到如今的瑜伽教练和个人事业经营者 她的转变和修行之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陈慧玲是一个坚强而顽强的女性 她不仅在家庭中面临了很多挑战和困难 也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经历了诸多考验 然而她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 并且通过不断努力和精进自己 来迎接生活的各种挑战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了解陈慧玲的境况 和她面对变革时所做出的选择 以及她在修行中所获得的心灵奇迹 陈慧玲的新动向 让人们对她的关注再次燃起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瑜伽课程和合照 充满了柔和而淡雅的气质 这也让不少人开始猜测 她是否已经取得了瑜伽教练的资格 并且有望成为一位瑜伽导师 不管是否成为导师 瑜伽对陈慧玲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种修行和追求心灵平静的工具 她通过练习瑜伽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 使自己更加坚韧和强大 除了瑜伽修行 陈慧玲还积极投身于自己的事业经营 在丈夫涉案入狱后 她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澳门的特色咖啡店 和健身馆的运营上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智 不断探索并创造出新的商机和发展空间 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和生活品质 同时 她也没有忘记家庭的责任和角色 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她的三个孩子 给予他们爱和关怀 娱乐圈近日掀起轰动 因为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回归了 习米嫂陈慧玲 她长期以来因为她丈夫习米华的身份 而备受关注 而此次回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首次露面的习米嫂并不低调 她在个人账号上公开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合影 尤其是她八岁的小女儿达米安娜 可爱的形象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好奇 这也是她自从丈夫出世以来的首次自拍回归 习米嫂在这次回归中特别突出了她的小女儿 称她为皇帝女 展现了母爱的温暖或自豪 另外 她还提及她的大女儿正在国外读大学 展现了她们家庭的幸福与成就 习米嫂的回归在媒体中被解读为一次高调的归来 她的姿态显示出了她的自信和力量 尽管她的丈夫习米华目前被关押在监狱中 但她对女儿们成长的喜悦和家庭的幸福生活 一定会成为她给丈夫的心灵慰藉 习米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性形象 这次的回归也被港媒称为女强人的归来 消失近一年多的习米嫂陈慧玲回归 在个人账号带着两个女儿跟大家打招呼 八岁的小女儿达米安娜可爱露面 和妈妈姐姐一起开心合影 习米嫂高调回归 称女儿是皇帝女 将再次称起习米华的事业 与以往不同的是 习米嫂这一次算是高调回归 在老公出事之后 这是她的首次自拍回归 尤其注意的就是她用皇帝女来形容小女儿 宝贝大女儿则是在国外大学毕业了 虽然两个孩子的父亲习米华 被关在了澳门的陆环监狱之中 但两个女儿成长得喜悦 习米嫂一定是告诉给了老公 要知道习米嫂是一个超级女强人 这一次的露面 港媒称不仅仅只是分享日常动态 更是她示意自己沉寂了近两年的时间 女强人回归了 如今的习米嫂 一方面是在国外秀和女儿的日常动态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 其实她有和妓子周百豪一起发展家族事业 妓子在去年分享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常 当时一家人非常开心 八岁的小女儿成了家人眼中的宝贝 一家人在国外过得非常开心 查看小女儿的生活动态 虽然父亲习米华被关在监狱之中 但他们全家人的富贵生活丝毫不受影响 妓子成了家庭的主心骨 带着习米嫂和爷爷奶奶 还有女儿们一起生活 周百豪是习米华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 他在几年前就靠自己的实力实现了财富自由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他和父亲一样优秀 要知道太阳C昔日的辉煌 那是和四泰梁安琪还有陈荣恋的公司相比肩的 习米华更是被称为澳门的新赌王 昔日的辉煌 不可能因为习米华的缺席而从此没有了 女强人习米嫂时隔一年正式露面 大家喊话她 希望她回归昔日的女王地位 不过翻看习米嫂的动态 她在老公出世之后再学习瑜伽 并且拿到了初级瑜伽教练的证书 在老公出世之后 她是靠着做瑜伽运动慢慢走出阴影 虽然老公被罚数百亿 但对于她来讲完全有能力支付得起 昔日和习米华一起打下的江山 如今的习米嫂还有希望再一次重振起来吗